吳康仁 資深刑警 國中華 以及菜鳥刑警 侯燕熙 歡迎三位 一次排開 閃光燈閃不停 宣告又有一部影集準備登場 三人在模仿泛中 為了連續殺人案組成專案小隊 吳康仁飾演檢察官 還有姚淳耀則要挑戰挖掘真相的節目主持人 也特地到電視台實習 畢竟角色是從記者到主播得呈現不同層次 一旁江宜蓉也是記者 和主管林昕如有不少對手戲 此外記者會現場還製造噱頭 核子打開 下一大跳原來是配合劇中悬疑 送上驚嚇大禮斷掌蛋糕 這回故事改編日本同名小說 帶出善惡交織的命案 另外一部新戲《傷魂》則是台日演員合作 來自日本的世源準人先生 傅孟伯 邵宇薇 李國毅之外 35歲日本男星世源準人同台標戲演出 台灣第一代實業家林登的故事 但大家關心世源準人對台灣美食印象 全部都很好吃 其實是 出遇到 傅孟伯 邵宇薇 李國毅之外 有很多台灣料理 美味的威士忌 志源準人大讚傅孟伯準備的美食 好吃到眼淚都要掉出來 也透露兩人曾經聊天聊到半夜 看來戲裡合作無間 戲外也成為好兄弟 觀眾期待作品登場 TVBS新聞綜合報導